昨天晚上记者来到南山某酒吧 参加由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一个画展 主办方介绍 这次画展致力于促进法国和中国艺术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因此他们这次分别请来了一位中国艺术家 和一位法国当代先锋艺术家 共同展出他们的作品 这个展览是一个中国法国艺术文化的合同 我们的想法是每年每年一次在盛争 有机会有机会法国画家或者法国艺术家 可以和中国艺术家表演 这个我把它称之为非理性意识 它是来中国传统的一种 比如说传统的写艺画 第二个就是自由 对你让线条自由 让笔墨自由 让你的意识自由 对于深圳文土画家吴强的作品 来自法国的画家Chris Carson 表达了他的看法 对于自己的作品 Chris Carson说 他一直是喜欢用一种自己现代的理念 把传统的东西表现出来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 这样的画展他们将每年举办一次